卫生 你这个想法老 长孙无忌从王山的口中得知有人对关龙理性不尽后 当即派萧毅与王山前往酒馆调查 结果等二人回到酒馆后 卢兆玄等人早已离开 但刚刚炫耀自己拥有王羲之耻毒的人 却在酒馆屏风上写了一篇蓝亭集讯 从酒馆老板口中得知 刚刚那一伙人正是长安有名的卢兆玄和其他大型家族的人 得知了出言不逊者的身份后 萧毅便不再逗留 临走之前用重金将屏风从酒馆老板手中购买过来 另一边的长孙无忌也找来了储岁良 储岁良是书法大家 同时又对王羲之的字有很深的研究 长孙无忌将他找来 就是让储岁良鉴别一下萧毅带回来的字帖是否是王字 同时长孙无忌也有意让储岁良来主持 寻找王羲之的蓝亭集讯的事情 毕竟长孙无忌对王羲之的字没什么研究 万一弄到赝品给李世明 那就麻烦了 你精通王字 所以我就希望你来主持这件事 否则我让萧毅去弄的话 万一他给我弄的是艳品 那不就麻烦了吗 愿为赵国公效劳 以后长到我这边走动 随后 萧毅将酒馆带回来的字帖拿给储岁良鉴定 在经过储岁良的一番鉴定后 确定写字之人定是有字帖在手 才能够临摹得如此神词 在得到确定后 长孙无忌不敢耽搁 当即带上屏风进攻念见李世明 李世明看后 这字写得不错 写得也是蓝天积蓄 哪来的 长孙无忌将酒馆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李世明 李世明听后当即决定不管多少钱 都要把王羲之的尺度买回来 就在李世明准备离开之时 长孙无忌又告诉李世明 有人对关龙理性不尽 李世明愣了一回 还以为听错了 对关龙理性大不尽啊 追查 查是已经查出来了 长安的卢赵玄 有人报告说 卢赵玄对陛下赐的理性不尽 听到这 李世明这才明白 原来又是这些所谓的门阀士族在搞事情 于是让长孙无忌亲自调查此事 然而 还未等长孙无忌查个水落石出 卫赵就火急火燎的来到李世明面前 让李世明不要再追查此事了 回去吧 就因为他姓儒这是大姓 找不查了 卫赵表示这么追查下去定会扰民 不管是多大的姓 总归是天下之民 这样大肆追查民间 会造成民间的波动 而且李世明刚登基那回 曾下过诏 说不用避讳是与民二子 只避讳是民二子联用 所以李世纪才不用改名为李纪 这一措施本一世人后 希望民间不必因为避讳而徒增烦恼 而今日要下令追查卢赵玄 那不就是与当初的初衷被盗而驰了吗 因此卫赵建议不必追查了 不必 不必 你儿子不是要和大姓联姻吗 是不是因为这 你不让正常 我的意思是 文治天下 难道这不懂文治吗 治天下要是天下人为平等 你就不平等看人 你为什么不让你儿子 娶一个韩氏之女啊 陛下的意思是 要大臣和韩氏联姻啊 魏征 你这个想把 看着李世明拂袖而去 魏征还一头雾水 陛下今日怎么这么快就破防了 不应该啊 你跟我说 我怎么才能杀了这个老东西 是谁惹陛下生这么大的气 还能有谁 魏征 长孙无忌与魏征虽然政见不合 但此刻却没有对魏征落井下石 反而是恭喜李世明 喜得良辰 我都快被他气死了 长孙无忌并未接话 而是跪下说出一番让李世明无比熟悉的话 陛下 魏征实时不忘自己是个贱君 这是大唐的姓氏 同样的地方 当初的长孙皇后也是跪在这里 说了同样的一番话 看着如今的长孙无忌 李世明不禁想起了逝去的长孙皇后 心中的怒火顿时消了一大半 但依旧对魏征咬牙切齿 李世明自认自己已经做得够忍让的 但魏征却不止一次当众说了他 让他难堪 即便魏征是个人才 也不能这样吧 为了让李世明出一出这口恶气 也为了保下魏征 长孙无忌便给李世明出了一个主意 既不伤害魏征 同时又能压一压魏征的气焰 魏征他一大嗜好 什么嗜好 他爱吃菠菜 这叫什么嗜好 爱吃吃酒 长孙无忌赶忙解释道 虽然魏征非常爱吃菠菜 但魏征的夫人却对菠菜非常讨厌 甚至不允许家里出现菠菜的味道 而魏征又是个气管炎 这就导致魏征在家里吃不到菠菜 只能趁着每次外出复宴的时候 去讨一口菠菜吃 上次魏征到长孙无忌的府上吃饭的时候 甚至还偷偷溜到厨房去打听有没有菠菜 千丁万主要做一道菠菜上桌 您是没有见过魏征吃菠菜的那个样子 你笑什么你 说说说 什么礼仪啊 教养啊 平时他全都扔了 他狼吞虎咽 只想甚深难堪 想不到魏征也有这个时候 陛下 您呢 您就请魏征吃一顿菠菜 被长孙无忌这么一说 李世民心里也有了打算 一想到魏征的迥样 李世民已经忍不住大笑起来 另一边的魏征 此时已经坐立不安了 以往李世民被他气走 要不了多久就会乖乖回来向他道歉 可今日却过去这么久了 还不见李世民回来 这让魏征越等越心慌 就在魏征胡思乱想之际 李世民回来了 如同往常一样 一上来就向魏征道歉 并主动向魏征做了自我反省 李世民的态度前后反差如此之大 这让魏征都有点不好意思 这要设宴款的 你愿意上光 陛下邀请 我怎么敢不来呢 见魏征答应 李世民又情不自禁地 挠不起魏征吃菠菜的那副酒样 顿时乐开了花 这等反常行为 让一旁的魏征都看得一头雾水 不明所以 随后李世民带着魏征 长孙无忌与房玄林几人来到郊外 在李世民的事宜下 太监将一道菠菜摆到众人的餐桌上 而魏征一看到桌上的菠菜后 顿时两眼放光 由此可见 菠菜对魏征的诱惑有多大 但李世民可不会让魏征 这么轻易地就吃上菠菜 故意让魏征说出自己所有的不是 所有要改正的地方一一说出来 来一个君臣坦荡荡 免得日后又在朝堂怼得自己没面子 然而此时的魏征心思早就在眼前的菠菜上 哪还有什么心思来挑李世民的毛病 见魏征准备动快 李世民胆忙打顿魏征 并表现出一副不满的模样 自己虚心请教难道还比不上吃饭重要吗 魏征见糊弄不过去 于是准备老调重谈 陛下追查卢兆玄的事 这事你说过多少遍 有新鲜的吗 这菠菜很新鲜的 你说什么 我说不不 见魏征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李世民不解地问道 平日里能言善变的魏征 怎么现在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呢 难不成是有什么心事吗 不瞒陛下 因为这道菠菜实在是 菠菜 你嫌我给你上的菜不好 菠菜撤 撤啊 撤撤撤 不能撤 千万不能撤 眼见李世民准备把菠菜给撤了 这下魏征急了 只好向李世民坦白 我 我 爱吃菠菜 哦 现在他摆在面前 臣 无法集中思考 朝中大事 见魏征已经坦白 李世民也想看看魏征吃菠菜的酒量 于是让魏征尽情地开吃 而魏征有了李世民的手肯后 也不再客气了 一手拿勺子一手抓菠菜 大把大把的菠菜往嘴里塞 恨不得此刻自己的嘴巴再大一杯 在吃完满满一口菠菜后的味噌无比满足 表情十分享受 甚至吃到兴起时 连勺子都扔一边去 直接两只手抓 丝毫没有一点一态可言 这副模样 把李世民都给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心里头的恶气也在这一刻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李世民下令让高世连带领大臣重修大唐士族制 但面对姓氏等级的修改 众人却出现了分歧 诸位都是补蝶架 熟悉各大姓的传承遗训 有些事 你们不需要太认真 把认真 放在高门大姓上 对于李世民的用意 高世连并没有认真去理解 以为李世民的意思就是明面上的意思 将那些没有编入士族制的姓氏编排进来 而那些高门大姓则是原封不动 对于高世连的看法 岑文本却不认同 要知道李世民下令重修士族制的时候 那脸色可是很不对劲的 因此岑文本认为 李世民之所以要重修士族制的最根本原因 应该是重新修订姓氏的等级 但高世连却不乐意了 什么叫重新修订姓氏等级呢 在高世连看来 姓氏等级历来如此 千古不变 虽然历朝历代的遗传有其有福 但丝毫不影响山东的崔 如 王 正为如今的第一等姓氏 那请问 关龙李姓 你排在第几等 关龙李姓 按普学来说 总不会是第一等吧 那就麻烦了 然而 即便岑文本苦心相劝 但高世连依旧不为所动 不久后 高世连便将重修好的大唐士族制 搬到两一殿内 让李世民过目 舅舅你辛苦了 这是 氏族制的一等姓氏 结果氏族制一看 李世民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因为新的氏族制李 崔姓依旧是第一等姓氏 高世连没发现李世民的异常 反而是理直气壮地表示 崔姓李因为天下第一大姓 看着年事已高的舅舅 李世民是气不打一处来 刚好魏征与房玄灵也来到两个店 李世民便让二人一同看看 这新的氏族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料两人一开口 差点没把李世民给气晕过去 被李世民这么一说 几人也都还没反应过来 不知道李世民所说的不妥指的是什么 面对几个牛皮灯笼 李世民也不再拐弯抹角 直截了当地说明 如今的大姓 虽然祖上出过一些大官 但他们的子孙不管是品行才学 还是官决地位 都一天不如一天 然而就是这样的破落户 即便是沦落到做小生意的地物 他们那些人还是为自己的门第感到自豪 世人还一个劲地认为这些人高贵 甚至朝中三平以上的某些官员 也是如此 对这些破落户无比推崇 三人纷纷不敢搭话 因为李世民口中所说的官员是谁 几人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然而最让李世民不理解的还是高世连把官龙理性排在了第四等 打天下的是第四等 而这些破落户阙还是第一等 你们两个跟真打天下 得天下 现在得到了官员 你们说 崔一世海应该是第一吗 魏征还未回答 一旁的高世连就先主动认错 并且马上重新修改士族制 将官龙理性排在第一等 而且是独一等 见高世连终于领会 李世民的脸色这才得以缓和 同时下达赵令 搜集天下家谱和朝廷元氏命令 以朝廷现任官员的等级为准 并考察史书记载 以此来拟定姓氏等级顺序 包扬忠孝贤良 排斥奸邪叛逆 天下姓氏 分为久等 两一殿内 长孙无忌与楚岁两手捧王熙之的传世之作蓝亭继续 缓缓地来到李世民跟前 看着表情严肃的两人以及眼前的墓盒 李世民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接过墓盒后 李世民迅速打开墓盒 李世民紧张得连手都在颤抖 在看到是自己日思夜响的蓝亭续继后 李世民犹如置身梦境般 真的吗 李弦 现在终于到手了 确定是真继后 李世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直呼要重赏长孙无忌 楚岁良与萧逸这三位大功臣 然而 李世民却没注意到 萧逸并没在现场 在楚岁良的提醒下才反应过来 在李世民的不解下 楚岁良这才缓缓到来 早在半个月前 李世民收到消息 蓝亭集序的真继一刺 在永兴寺主持变才和尚手中 于是派遣建议大夫楚岁良和御使 萧逸前往永兴寺 将蓝亭续汲取回来 但由于此行只能智取 不能抢夺 因此 萧逸打算单独行动 让楚岁良去驿站等他消息 拜别了楚岁良后 萧逸来到永兴寺门口 为了接近变才和尚 萧逸故意让路过的变才和尚 弄失他的书卷 变才为表歉意 特意邀请萧逸入四壁 并打算为萧逸重新抄录一份书卷 以此作为陪礼 随后两人在交谈间聊到了王羲之 萧逸故意透露出自己对王羲之的推崇 并向变才说出了自己对王子的心得 这让变才对萧逸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于是为了指点萧逸 变才主动从身后的柜子里 拿出了蓝亭集序交给萧逸 让萧逸去体验王子的真正笔法 等自己帮萧逸录好书卷后 再将蓝亭集序还回来即可 萧逸没想到永兴四一行进出其的顺利 这么快就拿到了蓝亭集序 于是当夜就带上蓝亭集序离开永兴四 赶到一站向储岁梁交差 然而 在经过储岁梁的鉴别后却发现 萧逸所带回来的蓝亭集序是假的 虽然字体上临摹得非常像 但笔法与真正的王子还是有区别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蓝亭集序所用的纸招 乃是堂纸 而不是禁纸 没办法 没拿到真计的萧逸 只能再次回到永兴四 次日一早 萧逸便向变才归还手中的蓝亭集序赴品 顺便再次与变才聊起王羲之 我听说当年蓝亭雅集之后 王羲之第二天 要正式 抄写一遍 可无论如何 再也写不出当时的妙述了 是这样吗 是 殊胜总会这样 变才毫不避讳地为萧逸解答 原来蓝亭集序竟是王羲之酒后 趁着酒意灵感大法 从而写下这举世闻名的蓝亭集序 等到第二天酒醒之后 王羲之发现原稿上有不少笔物和遗漏 于是准备重新腾抄一遍 结果却发现怎么也达不到原稿的境界 于是只能是在原稿上修改笔物和添加遗漏的字 这真计里面并没有改动啊 施主手中并非真计 乃是老僧的手笔 哦 原来如此啊 那改动的是哪几个字 随后 便才将蓝亭集序真计中所改动的地方 全部一一告知给肖义 见变才知道的如此详细 肖义便顺着话题探一探变才的口风 想来师父是见过经济的 谁就见过 变才打从心里认同肖义 与肖义一见如故 因此主动向肖义说起了自己的秘密 蓝亭集序被视为传世之宝 在王家代代相传 一直传到王家七世孙王法吉手上 后来王法吉出家 法号智勇 而智勇法师正是变才的师父 在智勇法师原祭之前 又将蓝亭集序传给了变才 从此 蓝亭集序也就成为永兴司的正司之宝了 不知道有没有缘 见到蓝亭集序的真集 变才虽然对肖义之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让肖义见一见蓝亭集序的真集 变才却犹豫了 而肖义见状倒也不慌 当即就来一招以退为进 表示自己未能见到真集 那就说明缘分未到 不可强求 于是起身告辞离去 结果还未等肖义走出门口 就被变才挽留 在变才看来 肖义乃是一位正人君子 而且字里行间都透露出 对蓝亭集序的尊崇 于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变才决定让肖义看一看蓝亭集序真集 施主一片成心 实在少见 我看 施主是有缘的 所以 见一次吧 在经过三天的沐浴斋戒 焚香祷告后 变才请出了蓝亭集序的真集 而肖义也终于得偿所愿 见到了传说中的蓝亭集序真集 神品啊 施主小心 在变才的提醒下 肖义这才察觉自己已泪流满面 赶忙擦拭泪水 以免打湿了真集 施主放在身边 仔细见上 真死之宝 他明天就要回藏了 施主千万小心啊 当然 然而 拿到了真集的肖义 却开始陷入了矛盾与自责中 变才对他推心制服 毫不设防 而自己却利用变才的信任来夺取蓝亭集序 这让肖义无法原谅自己 于是 在将蓝亭集序送走后 肖义便跪在了永兴寺门口 在等到变才出来后 肖义便将一切告知变才 奉大趟皇帝陛下旨 永兴寺镇死之宝 王熙之蓝亭集序真集 此时 一块马送达长安太极宫 弟子肖义不能亲自回去消差 留在这里 听凭师父发落 得知蓝亭集序落入帝王家 便才当场昏倒在地 而关于肖义的结局 在历史上其实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肖义因为愧疚 从而留在永兴寺出家 成为变才的徒弟 本剧用的便是这第一种说法 而第二种说法则是 肖义把蓝亭集序带回长安后 受到李世民的奖赏 官身无品 晋升为园外郎 并赐予住房及经营宝器